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创新建行时 云端之上 慧眼十地球即将播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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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颗卫星的分辨率将优于0.5米 卫星对地球表面越清晰越真实的记录 将形成更丰富的摇杆数据 这些可计算 分析 检索的数据 构成了信息时代重要的数据源 随着与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结合 摇杆卫星在农林生产 生态环保 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 都发挥着丰富的作用 先行摇杆卫星 不仅分辨率要优于0.5米 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 成为世界上同等分辨率卫星中 最轻的一颗摇杆卫星 这意味着它的一体化程度极高 要想保持高精度运转 需要进行多轮测试 一场别开生面的试验开始了 一个黑色的大圆筒被缓缓地悬挂起来 这是为了测试什么呢 对于高分辨卫星来说 就像我们平时玩这个高分辨相机 你稍微手一抖 它就模糊 那么高分辨卫星在天上也是这样的 因为在宇宙空间里面 它是一个微重力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它任何的运动部件 它都会引起这样的一个扰动 这个是对于高分辨相机 是非常致命的 所以我们在地面就要模拟这样的环境 把这个相机悬掉起来 给它在水平方向上 尽量地模拟太空中失重的这样一个环境 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中 卫星的光学相机受到细微的震动影响 都会导致拍摄到的图像模糊 我们的这个长焦距的相机 它对这些震动都很敏感 2008天 温川地震那天 我在这个长城光景所的实验室里 正在做一个长焦距相机的传递函数测试 突然有一段时间呢 我们怎么测那个数据都不好 就放下手里的工作 走出实验室到外面休息 走到外面 大家都在说 四川地震了 我印象非常深 当时全国很多的这个实验室 其实都观测到了 我们隔了四川有2000多公里 但是在我们的光学实验中 同样观测到了这样的现象 为了保证成像质量 任意可能出现的震动源 都需要排除 但在卫星内部 一个用于调整姿态位置的装置 飞轮一刻不停地旋转着 这个飞轮 它是用于姿态控制的 这样的一个部件 从这个几十转到这个几千转都有 那么它会在里面呢 这个震动 从这个飞轮的这个安装点 一直呢通过一些这个传递 最终呢有可能就会作用到 我们的相机身上 做了非常多的减震措施 每一个飞轮都有 好几层的这样的一个减震 我们的相机身上 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减震 现在 中心和同事们要通过调装卫星 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 给卫星内部的飞轮 加上转速后 再模拟真实的相机呈向光路 咱们 咱们关灯呗 关灯 关灯测一下 平行光管 打出一束光线 进行狭缝成像 来验证检震手段是否有效 踩一下数据 数据电路都是正常的 不像都能够从头踩一道 这个正常的就行 在这个如此高极程度的情况下 把这个微震动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抑制的效果 还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觉得 无论是我们的飞轮 作为颤证员 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研制把关 还是我们整个的 这个减震方案的 这样的一个实现 都达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效果 每次调整了细微的部件位置后 中兴和同事们 都要反复进行微震动实验 这样才能保证 微信光学相机 不受不明震动源影响 紧张的实验之外 中兴进行着另一场比赛 这是一场工会组织的篮球赛 每周中兴都会来打 三四次篮球 运动是中兴缓解 工作压力的最好方式 也隐含着一个航天人的梦想 前段时间我们还在聊一个话题 因为最近咱们不是 北航的教授 已经登入空间站了 那么所以我们朋友圈里 还有很多人 都在积极地锻炼身体 很多人每天五公里 都在互相鼓励 也许自己就是下一个 能够进入空间站的人 从地球到深空 或许不一定能够亲自飞上去 但这颗星星 这条有迹可寻的道路 激发了无数航天人的梦想 在太空感受我们生活的家园 对中兴来说 作为一位摇杆卫星的 星号总设计师 他通过摇杆卫星这双会眼 感受到的这颗蓝色星球 也许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我觉得做对地观测也好 还是做卫星对地摇杆也好 能够让我经常去想一个事情 就是地球 作为我们到目前为止 人类唯一的家园 我们应该怎么才能更好地保护它 因为从我们的卫星照片当中 也可以看到湖泊面积的变化 可以看到我们的自然灾害 给我们的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 以及对我们的生态环境的破坏 也能看到火山爆发 还有地震之后 满目疮痍的情景 所以我觉得能够让我们 更好的卫星摇杆 能够让我们更好的认识 我们的地球家园 能够更加感到紧迫地 去考虑如何要保护地球 更好的实现我们的生态环保 高精度的新卫星 是中心了解地球的一双新会眼 然而这颗新型卫星的结构系统 高度一体化 时常会出现各种 意想不到的小问题 现在看跟之前的那个计划 这是吻合的吗 中心团队的组绘 一个异常的凹陷 引起了中心的注意 这个曲线来自一个检测光学相机 成像质量的实验 原本应该是直角的门子型曲线 却在门框肩部出现了一个凹陷 这个光学相机或者说摇杆相机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辐射质量 辐射质量的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拍到一个图像 它有明暗 那么它的明暗的不同的程度 它是代表了不同的物理量的 这个小二坑它的对应的一个物理的含义 就是我们有能量可能消失了 但是它不会凭空消失 它有可能是传播到别的地方了 这种异常的传播 如果我们不把它的问题的原因找到 有可能我们的辐射质量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将来的图像产品 有可能就出现指数的评价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些偏差 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凹陷呢 创新践行时稍后继续 这个早久跟之前不太一样 我看看 在一个特殊的实验室 重兴找到了导致这次凹陷的原因 这里是百级捷径车间 每立方米空气中 0.5微米以上的微粒不超过100个 每一粒灰尘都无处遁形 在这儿能观察到一个圆件 最细微的变化 这颗小小的棱镜 看似表面光滑 方方正正 没有任何划痕 然而在棱镜上方 有一道肉眼几乎不可见的磨边 在棱镜加工过程中 为了防止硬脆的镜片崩裂 通常会将边缘打磨光滑 但这个棱镜功能特殊 它可以将一束光线 分散为两束或更多束 在卫星内部 承担着将光线 分散到各个探测器上的功能 棱镜上这道小小的磨痕 会将光线反射到错误的地方 当光线反射到错误的方向 表现在分析图像中 便是那道异常的凹陷 因为我们的这个探测器 它的这个像素 都是微米级别的 所以我们那个棱边 你别看只有零点几毫米 但是它可能已经达到了 这个几十上百个像素了 所以在图像上 好 这是什么 是《棱子路线形成》 咱们很希望 每当这时 中星时常会回忆起七年前 在长春光机所的一个雨夜 我们2015年一箭四星发射之后 实际上当时我作为副总师 负责这个林巧验证星 就是最小的那颗卫星 这个窑侧这些都很正常 状态也都正常 我们就上注这个 要上注这个指令 要让它进行成像 结果我们地面的接收站 收不到任何的信号 因为我当时在发射场 已经出差了一个多月 两个月了 然后就一直也没回过家 然后在长春一下飞机之后 我第一件事就跑到实验室 楼顶上去了 那天还是十月份的长春 下着雨 然后还特别冷 然后我是夏天走的 穿着衣服还挺薄 我就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这个很冷 然后但是也顾不上 然后就到楼顶上去看 我们的树船接收天线 到底怎么回事 我当时就觉得完了 这个卫星上面的 要不就是载荷坏了 要不这个树船 这个单机就出毛病了 坏了 传不下东西了 当天晚上这个看 还是回趟家吧 回去也半夜了 大家也都睡了 我就当时一个人 看到家里也是黑灯瞎火的 然后这个 那个心情就简直是别提了 索性 替换了地面接收设备后 时隔五天 当时年轻的副总工中兴 接收到了林乔验证星的 第一张图像 这个至暗时刻 支撑着他走过了此后 无数个 类似的坎坷 经历了那一切之后 我觉得在后来面对 任何的困难 我都觉得不是困难 出现问题 不要紧 但是我们绝对不放过 任何一个问题 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要把所有的问题 消灭在地面 只有你在地面 做了充分的工作 那么你上天之后才会顺利 提前预判未知的风险 仅最大可能将问题 在地面解决 这是中兴的工作习惯 也是航空航天制造业 在每个环节的基本要求 因此 一个小小的棱镜 也要格外重视 将有磨边的棱镜替换后 中兴能得到满意的实验结果吗 创新健行时 稍后继续 有磨边的棱镜被替换后 实验曲线 发生了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替换了 这个有问题的分光棱镜之后 得到的再一次辐射定标的结果 从这个图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凹坑已经没有了 那么证明了 我们的这个问题的定位 是非常准确的 而且这个更换器件的这个措施 也是非常有效 卫星制造过程中 一个个小问题被依次解决 但整颗卫星被送上太空后 往往又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 如何在地面 模拟卫星在太空中 遇到的问题呢 倘先践行时 下集继续为您揭秘